剛才沒講過 顏色有貓的感覺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 弓這些東西 弓的定義 Walk 弓怎麼定義它 弓 弓怎麼定義它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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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前來距離 力量長距離 不用弄 這個層 這是層 再距離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說 因為這個基本簡單的定義 是教了這個人 他發現 我做工的大小 或是消耗能量的大小 實際上跟他用的力 成正比 跟他所走的距離 成正比 好 所以那時候他簡單的 做一個實驗是這樣的 我一個木樁 我要把它打下去 所以有個東西 這東西受了重力嘛 對不對 我打下去的深陷 跟他這邊的距離有關 好 對不對 這是重力加速 我講什麼距離 這是重的 重能準 重能準 對 未能準 不用講未能準 我們現在是講阿 跟距離有關 所以 對 那個D是 我這裡設定還是 他是有代表的 就距離阿 D是距離 D是距離 對阿 課本是寫什麼 課本寫S 他們就寫S喔 我記得我以前寫的時候 沒有關係 基本上好 同學 這是代號 所以你們要記得 在解數學的時候 他就會假設 有沒有 假設哥哥的錢是AKS 假設D0的錢是Y 他做個假設 所以我直升就沒有寫出來 但是我在寫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假設 假設這邊所受的力是F 他所運動的距離是S 好 我會講一下 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 這兩個代號代表什麼意思了 沒有啊 可是所以 假設你是垂直 這樣他掉下去的話 對 他的力 我說因為 距離 越遠 所以受到的 角度 所以 步度 角度 越高 一點管加速度 但是管當中 他所受的力是都一樣的 但是 沒有出手 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手受的力是都一樣的 做瘦 手受的力 你說那一塊怎麼是大 對這個東西一樣的 手受的力性 你一直不一樣大 一樣大 所以說力是固定的 對 力是固定的 力沒有改變 這樣懂你是嗎 誒同學 too happy you are too happy 紫容在上課拍照 好 這個力 這個力 作用了一段距離 s 我們發現了 假的 因為這個能量 這個 誒 誒 誒 所以 他這個s 他的最高點 他要往下移到這個 他那個f 方法下面的地方 對 精確一點 是是 應該是這樣子 透露 好 好 這是所做的功 所以他發現這所做的功 他能做多少功 跟他這時候的力 跟他所居留的位置 成正比關係 所以這樣定義的這個東西 所以在講功的定義的時候 你要先想到這個實驗 對 我問你沒有一個常數 定義的就必須要常數嗎 像譬如牛頓 我等於牛頓 對不對 他怎麼定義 他說每一公斤的東西 怎麼樣 有 沒 呃 沒 等一下 那個 那個單位說 一牛頓是什麼意思 不是 我知道是 加速度只是 那個 那樣子怎麼講這個中文 一牛頓等於什麼 喔 每秒 每秒 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然後呢 你在那邊講 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一牛頓是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等一下 他猜無神經的二公尺 揮動物體 欸 一公克物體 一公克物體 還是一公斤 一公斤 還是一公克 我講一牛頓 一公斤吧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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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金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每秒每秒一公尺 欸 一公尺 對啊 每秒每秒 需要加一個移動一公尺嗎 沒有 我講加速度是每秒每秒移動一公尺嗎 沒有 不是喔 加速度怎麼講啊 就講每秒每秒多少公尺 不用講移動 移動是有個位置對不對 加速度不見得有位置喔 結果像這個最高點 我在放下那一剎那 這個點那一剎那 這個東西有沒有加速度 可是它沒移動 沒有 那一剎那是沒有移動的喔 但是它說那個加速度 好 所以是 乘上 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這東西 為什麼沒有氣柱 因為它 它是定義出來了 懂的意思嗎 它是被定義出來了 它被定義出來了 好 好 定義出來了 對 很多定義 好好的就是 才是這樣子的 就是 數學很少有係數 因為數學很多東西 就是直接是一個公尺 或是直接是解釋 因為它是一個工具 但是在真實的時候 你把 在我們這邊物理可以說 就是你把真實的世界 跟你理想中的世界 或是數學的公式 合併的時候 它就出現很多常數 這些常數就是要把公式 對應上來的關係 會出現一個常數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公的定義 好 假設一個物體 100公斤 不用 它的質量是m 我施了一個力 是往這個方向f 我一樣是移動了一個s的距離 像我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我所做的公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直接公等於fs 對不對 要做分力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分力了 要做這個分力 要做這個分力 所以它壓它回到f這個分力 我們用fx 所以它真正的功夫 不是這個 是等於什麼 fs fxs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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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大小 摩擦力大小從會營養到它的合力 但是如果不管它只管 我撕的力 我所做的功能 你所做的功能 跟摩擦力關係沒有 跟它受的合力沒有關係 對 那假設這時候有摩擦力會產生什麼結果 它會有一個負方向的力 它有一個負方向的力 會讓我的現象 我這個所撕的力 會減少它的效益而已 也就是說假設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我可能撕了這個力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速度會變快 可是這種摩擦力的關係 我還要那麼大力 可是我所走的距離 我速度會變小 那速度變小 反過來就是它的動能變小 有摩擦力跟沒有摩擦力的差別在 我後面的動能變小 或比較大或比較小 它比較大比較小 之前的差別跑去哪裡 有聽懂我的話嗎 我撕的力一樣大 有摩擦力跟沒有摩擦力的結果 只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物體的速度大小而已 如果摩擦力很小 是不是速度比較快 摩擦力很大的時候 速度比較小 那速度大小是不是就核到 是不是就等於我們以前學過的 1等於1 2分之1mv0 對 所以我速度越大 動力越大 速度越小 動力越小 可是我撕的力一樣大啊 為什麼結果不一樣 那能量跑去哪裡 被抵消掉 被誰抵消掉了 被摩擦力 那就是摩擦力所做的功 摩擦力會做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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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摩擦力會小的時候 我所能功 之後全部轉換成動能 所以摩擦力很大的時候呢 我所做的功 被抵消掉 被抵消掉 所以我得到的動能就比較少 這樣問題 這是能量手能的部分 這是能量手能的部分 只能呼喚非常有 非常有學問 只能呼喚非常有學問 只能呼喚非常有學問 這也不是 只能呼喚1 2分之1 1等於mc平方 1等於mc平方 好 這就是呼喚 所以通常我們來講說 功等於fs 那如果正在講的話 功等於fxs 或者是 這還會講cosc 沒有啦 對對對 fx沒有 所以我們如果要講的話 是fscosc 這是動能 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動能是什麼 就是一個內積 內積指的是 這個力的方向 跟這個距離的方向 距離方向 這兩個向量的 夾夾 是口上七八塊 所以我們可以寫說 f 向量 dot s 向量 事實上是從這邊來 這兩個應該要寫向量之後 才會變成 內積啊 忘記了就跟課本來 前面講向量沒有講到 好 好 這個 學習本來是這樣的 不算了 有時候忘記要回去看一下 忘記要看一下 在課本的第 這幾頁 第十七頁 十七頁 十七頁就講到那個內積 十七頁 十七頁的下面 所以你不讓回去 那個 趙忠我請你回來 這邊不是叫你這樣做的 那邊有空位 這邊有空位 你可以找空位 好嗎 有 好 所以我們 我們在穿這個行 你可以想喔 所以當Posai Sita 什麼時候 Posai Sita會為例 什麼時候 Posai Sita會為例 Posai Sita Posai Sita 好 忘記了Posai 我不用讓他畫個三角形 對不對 好 假裝這邊是一的話 這是Posai 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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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Posai Sita Posai Sita會為例 角度多少 90 90 0或是90 0或是90 0或是1 那Posai Sita 那Posai Sita Posai Sita 0是1 當你是0度的時候 Posai Sita 1 所以什麼時候Posai Sita 270 270 對270 這一段就是Posai Sita 大長 你要這一段 這一段越長 就是 角度是0 這一段要越短 是不是它 越假角 越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一段是越小 是不是 這一段越小 你的角度變成90度的時候 這一段是多少 0 0 所以你的Sita 角等於90度的時候 Posai Sita是0 所以你看看喔 假設90度是什麼 它的力往這邊走 它終於 沒有攻 對 就沒有攻 所以我假設提了一個水桶 沒有移動 不是沒有移動 我有移動 我還是有移動 我提了一個水桶 我往這邊走 請問一下 我有沒有 沒有 我向上撕的力 我取了這水桶的力 有嗎 因為它是向上一個水瓶 它本來沒有關係 對 結果沒有關係 它就沒有做攻 它就沒有做攻 你走的話 你走 水瓶走 你走 對啊 它是水瓶跟水瓶還是不一樣 對 水瓶跟水瓶沒有關係 它不影響 對 它不會因為你走的速度比較快 然後你的狗 對 簡單來講 我撕的力 沒有改變我 對水桶的移動 水瓶移動速度的大小 水瓶速度有沒有變大 沒有 沒有變化 所以它水瓶速度 沒有變化的情況下 它的動能能增加 沒有增加 所以我們所視的力 並沒有改變它的能量 這是水桶的能量有沒有改變 水桶的能量沒有改變 就是我沒有被它做攻 簡單來講 它的能量沒有改變 就是我沒有被它做攻 所以我們在講 公 我要幹嘛 這件事情 公導會跟能 幫我來講 能 請問一下 什麼是能量 什麼是功 能跟功怎麼區別 能跟功怎麼區別 在國生的時候 講這件事情 才會說了好幾次 能跟功 能是五行的 這個功也是五行的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講過他們相同的 沒有 沒有 不能能 能就不能超過關 能跟功 它有電腦 好啦 能 它是可以蓄積的功 不能蓄積 能是可以蓄積功 不能蓄積 不一定吧 不一定 你說 拒反力 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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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其他人是 很像喔 我的植物 給我 植物 llä 噢 不要 讓 linear 那個 那 傳遞 這只是物理 這是機械能 所以他有作弓嗎 通常來講 我們一開始講便宜的事 都說機械能 這個要講作弓 這不能講作弓吧 我們來講一下其他的 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不能講作弓 簡單來講 我對這空氣加熱了 空氣溫度上升了 我的火 有沒有對這空氣加熱 有沒有作弓 有 到底有作弓還沒作弓 有失能 有失能 有沒有作弓 沒有 做弓 但從定義來講 人家沒有 作弓不是 就是 這樣走去 功率就是 一段時間他作弓的次數 簡單來講 不是啊 可是 假設 你讓 我記得有一個定義是什麼 你燃燒一公克的東西 然後就讓它上升 一步就過著腳 過著後面腳步想 我很辛苦的 我去推 背個背包去登山好了 背一背包登山 所以我登了一整天的山 請問我這個人 我本來在登山前 我所具有的內能 到我登山之後 我具有的內能一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那我說我在這段過程當中 我所消耗的能量可不一樣 消耗能量 我所消耗的能量 我所消耗的能量 熱 又來有什麼 熱還有這個 熱還有自己的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是什麼 位能改變了對不對 還有呢 請問他這個背包的位能有沒有改變 有 這背包我們得到多的能量 有 能量 他位置改變了 他從山下到山上有改變 他這瓶子走了 我剛說登山 哦 我剛說登山 他的能量 助力 被我增加了 那請問誰 誰跟他做工 誰跟他做工 你跟他登山 我對他登山 我對他登山被他做工 所以幫我的能量 一開始的能量 假如不知道這過程走多遠 不知道這力怎麼作用 但是我知道一開始的狀況 最後的狀況 我把所有人扣的能全部扣掉 例如他 我把摩擦力所做的熱能 我把他熱 我熱跑掉的能量 我都知道了之後 我把能量扣掉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扣掉 剩下一個東西扣不掉 什麼東西扣不掉 就是你背包所得到的能量 這樣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工簡單來講 就是我所消耗的能量 就跑去他所得到的能量 這東西不叫做工 我對你做工 事實上就是把我的能量 跑到你身上去 我把一個東西提起來 是 我也是把我的能量給他 沒錯啊 可是他這樣子的東西沒有做工 都沒有做工 我把它提起來都沒有做工 提起來有沒有做工 它位能增加了嗎 這個物體能量增加了 我有沒有消耗能量 我一定有消耗能量 所以假設這時候我很精確地計算到 假設我不知道我走多遠 我做多少工 可是我可以很精確地知道 我消耗在這過程前後 我消耗做能量 那在一個能量伏面的定義之下 我所消耗的能量跑去哪裡 跑去這樣 是他得到的高度 OK 就是他得到的能量 所以簡單來講 工跟能量的定義就是這樣 我所消耗的能量 或者是對方所得到的能量 就是過程當中我們所做的工 懂我意思嗎 所以工跟能實際上是一鬼式 只是在說法上 主詞跟被動之間的差別 主動跟被動之間的差別 比如說 我現在好像在哪裏看過一個說法 是說如果位一是零 工會不會改一次被動 那講一遍 如果位一是零的話 他就不能沒有工 位一是零的話 可能沒有工 對啊 但是你看喔 假設我把這東西放在 瓦斯爐生成這樣 好 他溫度會不會增加 你覺得這個物體本身的能量會增加 應該有吧 應該有齁 我們上次不是講過了嗎 把一個石頭拿去加熱 這個很熱的石頭丟到水裡面 水的溫度會怎麼樣 上升啊 水的溫度上升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能量對不對 你說這石頭放對水做的工 它把能量傳遞出去的 就可以這樣子 因為就說它沒有位移啊 所以說風是讓出很多種 能量是很多種的 我們剛剛講說 有太陽能 有熱能 有化學能 有機械能 有各種各種東西的能量 事實上我們在後面講到氣體運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討論到了 我們怎麼把這看得到的有形的無力量 轉彎轉彎一下 放不到空氣中間的力量 怎麼做能量的轉彎 那能量總要如果再往下降的話 事實上發完原子之間電子的蒸籠 都是動能 都是機械能 對不對 你怎麼樣做一個能量的往下傳遞 那是沒有辦法計數的嘛 因為一個原子晶的震動 你都可以去算它的能量 那就太厲害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一個聚觀的角度看的話 事實上還可以當作分析的 所以說所有的能量 事實上簡單來講 都是機械能 那有個東西什麼不是機械能 就是微波啦 或者是電磁波的傳遞 它就不是機械能 它這邊是光能 然後用電磁波的傳遞 電磁波傳遞之後 它應該不可以把能量都重進去 好 我問一個 假如說今天的情況是 你站在原地 然後有一個人 他搬了一點書過來 就你搬過去 所以你站在原地 然後你接過了書 因為書太重了 你根本走不動 是 然後最後那個人 他把那個就是 那種 那種情況下的話 就是你 你去拿這些書 你不是自己消耗了一個力嗎 我是消耗的力沒有錯 那這時候消耗的能量 你計算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書 也沒有移動 然後你也沒有把它 從地上拿起來 就是它就一直在在裡面 對 所以書的能量沒有增加 然後地本身會覺得很累 對 表示我能量一定要消耗 實際上簡單 就是我做福利田 我撐在那邊我會累 我累的手會發抖 對不對 那 基本上這些東西可以說是 你在 在生物體裡面 我們在維持一個姿勢的時候 你本身實際上就要做功夫 對啊 我覺得這解釋方針簡單 就是能量不滅啊 就是你消耗能量 可是書沒有獲得能量 可是實際上 你只是消耗能量 然後去減緩另外一個人 因為它本來在消耗 你只是變成換你消耗 它沒消耗 對啊 它把書放在你身上 就算你身上扛了一堆書不動 我現在沒有拿書 你拿書 然後我拿書 然後我沒有 改變它的位移 然後我沒有改變它的 那個 你知道什麼 所以基本上這個書 原來的功是我做的 對啊 本來是你做的 現在變成我做的 你沒有在做功 我沒有做功 可是 你就 那為什麼你會消耗能量 因為它的書很重 對啊 那我要維持它的位 我要維持它的位 能 簡單來講 如果說這是一張桌子 我把書 從地上躺起來 就是這樣做功 對 所以它得到位能對不對 然後我把書 放到桌上去 夾肉的高度是一樣高的話 我放開了 請問這個桌子 跟它對上去做功 有啊 可是桌子沒有 桌子沒有在做功對不對 它的位能能增加 它的位能沒有 沒有再增加了 它的動能沒有增加 這是它維持我剛剛所做的功而已 所以我剛好消耗能量 我做了功 可是之後我桌子沒有在做功 可是你把桌子轉換成 軒宇好了 我先軒宇扛在這邊 軒宇有沒有對他做功 有 為什麼桌子沒有做功 換成是你對我做功 我只是把 沒有做功 軒宇對這個書 沒有做功 可是軒宇會不會累 會 因為我們細胞也要活動 比較多 因為細胞本身纖維之間 作用關係 它就會在消耗能量 它維持一個姿勢 它還要消耗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 不是來自於說 我好像真的對著物體做功 而是本身 我們肌肉在運動做 那感覺不合理 你睡覺要不要做功 有 對啊 你躺著都要做功 這樣也會做功 但是物體不用 因為它沒有活的細胞 我拿出 我拿出讓它做功 我公司背個背包不動 站在那邊我就會累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要維持很多 肌肉細胞的多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拿來 就等同一樣子看 人的做功 事實上是 很多時候是內部在消耗能量 這很難計算 很難計算 但是 所以說假設 假設我先把 怎麼講 我先把這個能量 用一個 我如果能夠把一個物體之間的能量 做轉換的話 是最好的效率 可是我如果是 譬如透過一個 像內燃機好了 我們先把 把引擎上去燃燒 爆炸產生的威力 去做車子的推動的時候 事實上轉換過程當中 會消耗掉很多摩擦 有很多的別的能量 消耗掉 譬如它發出熱量 熱量會輻射掉 所以這個東西 它的轉換效率 大概只有25%而已 所以它是效率非常非常差 人力也是一樣 你說 所以 所以公分能實現的關係 就是說 公分能實現的關係 就是 公分能實現的關係 公分能實現的關係 就是 公分能實現的關係 公分我們看到這個過程 就是要做功 我們有看到 假設今天 這個宣魚到現在 可能是速度變得很快 它動能增加了 我們就說 那宣魚一定是 被做 被做功 不是被做掉 被做功 對不對 突然變快 它動能變大了 對 對不對 我們如果看到 今天 這個子紅 突然 affiliate能量 scaling更多 我們可以說子虹剛剛一定消耗了很多能量去做功 他一定做了很多功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他現在很累他現在怎樣 他現在趴在這邊他一直都沒有動他的能量沒有變 所以他們做功 他沒有做功 但是他現在很累啊 他很累是前面做功 他可能昨天晚上做太多功 你在幹嘛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們可以說做功是兩種態之間的差別 他昨天回到寢室也可能很有能量 能量非常高 他現在能量非常低 我只能推測說 他能量很高到能量很低的中間過程他做了很多功 所以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幹嘛 對 現在昨天晚上幹嘛 笑這個不噁心 我都興奮 好大姐 你還好嗎 你又抽了 我來死了 我手都被講 你在打啊在打啊 我也要打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有討論過功跟動能 今天轉換有沒有 記不記得 攻擊也就是未能的一種 我們來我再思考一下 攻 攻 好 未能也是攻 未能不是未能是未能 未能是能量 但是一個物體 思考一下 剛剛黑板小天使沒有動作 來 一個物體只要是m 對 他從這個地方 他落下來 距離 他落下一個h的高度 他落下一個h的高度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他D型機剛要做的多少功 多少 mh D型機剛要做多少功 我們說他的D是多少 是mg mg 對不對 對 人家B的音都輸得上來 他就只蒙到而已 對 所以D型機從這個地方 把他推到這個地方 他做的多少功 V是mg b是mg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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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做的功 升mh D型機剛要做mgmg的功 對不對 對 這個怎麼看到 他位能降低 我們如果講過 這個位能降低 我們來思考一下 一個物體 他在這個地板 我們從運動群來去思考 這個從運動群去思考 它的加速度是G 它移動H距離 學校在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GH 速度是GH 我們畫BT 二分是GH 這是加速度 這時間是T 我們知道它的加速度是G 它說走的距離是H 學校B是多少 我把這個問題轉換成B 所以就知道了嗎 H等於什麼 G分根號G 根號G分之2H 什麼叫根號H 2分之G 2分之G 怎麼有點不太 再講一遍你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這邊是2分之G T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求T 所以T呢 什麼 G 2H 開根號 對不對 你講這個是T 那我們不是要求T 這個V是什麼 V是GT 是不是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求V V等於G T 等於G 乘他這些東西 根號 G分之2H 沒有 哪裡很醜 哪裡很醜 哪裡 哪裡 有醜嗎 哪一個 你都在根號很醜 G是什麼 量的血量很醜 好 所以答案是什麼 根號 是 接下來 2G H 是不是這樣的 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就是V V等於2GH 是不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子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你知道他所做的功 是MGH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 是什麼 等於 根號2GH 它速度增加了 速度要變成大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張改寫 這等於什麼 改寫 這等於 2分之1M 根號2GH 不要不賣服 先這樣寫嘛 知道這中間轉換越遠嗎 不要不賣服 這等於什麼 2分之1M 根號2GH 不要不賣服 2分之1M 2GH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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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眼淚是珍珠 2GH 的平方不是有多一點可以上表嗎? 沒有,比較有 2GH 啊 就在這裡啊 我只是把這個二分之一的二 放到裡面去了 我這樣... 蛤? 怎麼樣? 怎麼樣? 我要把 B 變成 GH 的關係 怎麼把 MGH 就成... 好,那我們換個角度講 這個地方等於什麼 可以推倒 V 平方 等於 2GH 所以 GH 等於什麼? 2分之一 V 平方 對不對,多少三千才可以啊 GH 有沒有 GH 等於2分之一的 V 平方 我再進來 就可以得到 2 分之一的 V 平方了 OK 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 它這個問題 從這個高度落下一個 S 距離之後 到這個高度 第一個,它受了 D 心裡的作用 它得到一些能量 所以它的能量變成什麼? 變成它的動能 因為 D 心裡給它做的工 在過程當中就是在消耗它的胃能 在消耗它的胃能 所以簡單來講 地心引力降低了一些胃能之後 把它的胃能轉換成動能 它就是我們所講的能量的轉換 從胃能轉換成動能的概念 換個角度講 這個胃能的轉換也就是 地心引力要做的工 所以要做了這麼多的工 這工就是它的新的胃能 這樣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OK 好 所以一開始 對,是不是還蠻活動中心 但是我們到後面會講到 接下來講重力胃能 重力胃能講到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會下個禮拜準備 既然要思考 我講它打一個人道衛星上去 我需要多少量 或者是 假設我這樣丟個本筆上去 它掉下來 再丟高一點 它就掉下來 再丟更高一點 它就掉下來 它就掉了 到什麼情況這樣 我一丟它不會掉下來 不可能 不可能 它有 它有比較多玻璃能 它你的力量要做大一點 它能量夠大了 它就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要知道那個能量是什麼 所以你說假設正常狀況下 我丟一個能量 它都會掉下來 丟一個大小 丟一個力量 再大力量去做工 它都會掉下來 你給能量多大 它都會掉下來 最近有個能量是大到 讓它不會再掉下來 那個能量到底是什麼 脫離 那叫做脫離 我們下禮拜會討論到這些東西 脫離 好 脫離它一個重點的祝福 好 下課 這便當誰吃的要帶走 這便當誰吃的要帶走 快點 快點